中文字幕 李宗盛 都是做独乘 然后 反而有成人 都谁不做 因为我要教宝贝和妈妈全过去 上帮上帮上帮 多次再上帮上帮 入入收费品这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当时 确实挺不理解父母的 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一行 而且像我们这个样子 就算你出去的话 总会觉得别人看你的眼光有点不一样 我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我马上马上追到两分钟我就就到了 这次比赛完只有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还不如 还不足以这场比赛 我为了备战而花销的欠的钱我都还不了 甚至说帮我干活的 就是农民来 也不支持我 说他董长 哎呀你又不缺钱 这么大缩手 你说整那完干好 就是下车到七千六的时候 我一个队友 就是因为铁地投资丢失了睡袋 那时候也不愿意 就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他 然后就穿着那个时候的就是鸭绒服嘛 在帐篷里头嘛 就这么睡一把 结果导致我自己就冻掉了双脚 我们也不愿意 那只还都不愿意 不愿意 不能说笑 不愿意 爸爸你别担心 现在我已经适合抢的死汗了 可以帮家里办一些 我能盯替办的事情了 等你病好了 你再坐家里抢的死汗 我们不拖不抢的 就是靠自己的本事 靠自己的双手跟汗水去挣钱 心里面就是挺踏实的那种 每天忙忙碌碌的 生活也过得比较充实 我当时看到网上 有一则纪录片就是说 拳击是穷人改变命运的运动 而且不限制年龄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参与 就是这样 后来知道坚持到现在 虽然我的年龄是65岁 但是我的心态就不是65 我还能对社会有贡献 我还能带动农民去发家之后 我觉得我很值啊 判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 最困难的也是坚持 只要坚持 你总会登上顶峰的 2018年5月14号 8点31分 我终于站在了 我梦想到41年的珠峰的 8818的顶峰 40多年了 不容易 终于上来了 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